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师导学书当以上官下 转而言习东汉的名碑史诚 至今已经领袭了两本法碑均过百遍 聪向老师呢 这学期也和大清老师一起 是我们四海书院深交序班的老师 所以呢 他这一次呢 介绍一下关于深交序的背景故事 本来这一次是由书院的林在主编来主持的 正好因为个人的原因 那么我就难以充数一下 也感谢深交序班的各位班尾和老师一起 这个班级做得非常的成功 我也在这个班级里学习 一起研习 谢谢向阳老师 谢谢大清老师和班尾们 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余老师一直在录像 所以请大家呢 可以关闭声音和录像 那么在向阳老师讲课的期间呢 保持关闭 等向阳老师的讲座结束以后 大家可以唱所预言的打开声音 打开录像来唱所预言的交流 好的 那么向阳老师请您开始 好 谢谢月儿 谢谢我们四海书院和兰天养区的各位书业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深交序背后的故事 也就是说从那些润涉官员来看这个允辉和显七年间的证据 和这个书法关系不是特别大 但是呢 我们学书法总归是要多一点自赖功了 就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悲帖背后的一些故事 这样的话呢 你在书写这个悲帖的时候呢 可能会 怎么说呢 就是说更有点感觉吧 就是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从我们 因为我们零期升上去也差不多一年了 已经写到了最后几行 那么最后几行呢 就出现了这个人名了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一些官职和这一些列出来的这些人 有多少了解 因为这个都是唐就是说高中时期的一些宰下级别的人物 还有就是你比方说对这一些什么中书令 然后上书 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开国难 为什么他要写这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这一些人 我们就得了解唐代的这一个就是官职的这个三省六部制 从这个三省六部制呢 再看看这一些官阶和品阶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叫 接下来呢 就是我来介绍一下这一些官员 引入一个这个秦王府十八学士 因为这个里面呀 余智宁啊 他许静宗啊 都是属于秦王府十八学士的 所以呢 我大概 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名字 但这个人长什么样 我们不可能就是穿越回唐代去看这些人 好在就是当时严历本呢 画了一个十八学士图 当然他那个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呢 后人呢 又临摹了很多 所以呢 我找了一些这个十八学士图的这些这些人像 那么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 哎 这日年长什么样 对吧 然后许静宗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接下来呢 我会把这一些我们讲完的这个各个事件 按这个年代来穿插 就是说整个来排一下看 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他要列这么些人 就是这样的话 你就讲到这个圣教序 是谁让写的 因为大家就是说到目前为止都有一个概念是说 是从太宗时候出了这一个圣教序以后 然后怀人就开始集啊 集了25年啊什么的 但是如果我从我列的这一个年代序列表你看 大家就会发现 远远不是那么回事 怀人可能并没有花了25年时间来集这个贝 那么呢 就是从这些仲色官员和后面的一个心经 我们就可以去去探讨这一个圣教序的这种一个制作的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三省的物质 唐代呢 是就是说 就是等于是把这个皇帝之下呢 就开始分权了 有门下省 上书省和中书省 其实整个还有六省 但是其他的还有几个省 电中 密书和内市省呢 都不是很重要 而重要的就是这么一个三个部门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就国务院下属的那一些机构吧 那么中书省呢 是负责制定这个诏书和政策 那么他是通过皇帝来命令他们或者是根据皇帝的意思来制造诏书 那么呢 诏书制定下来他不能直接颁发 他要通过门下省来审核 然后辅助 以后通过上书省进行颁发 那么上书省呢 是一个执行机关 那么他底下呢 有分六个部 立护林 兵行宫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一直到明朝到清朝 其实这个六部基本上还是存在 你可以想象这个机构啊 是非常合理的一个 最起码在就是说 几千年的中国这个制度里头是非常合理的 而六部底下呢 每一部又分四个司 那么就是说 整个是六部二十四司 然后呢 各司其职 在唐朝 就是说 征冠年间 基本上就是说已经形成了这么一个机构了 形成就是比较完善了 大家看一下呢 门相省也叫东台 也叫黄门 那么他的那个长官呢 是市中 然后东宗省呢 他的长官应该是尚书历 但是因为唐太宗在这个李渊的时候啊 就是说武德年间做过尚书历 那么到了贞冠时候呢 这个尚书历就被取消了 其实真正的长官就成了所欲朋友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的话 在这个太宗朝啊 大家都说是魏征是宰相 其实那个时候左右补历还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魏征其实是认得是尚书幼臣 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下属官员 但是呢 大家都认为他是属于宰相班的 就是那个时候尚书省的那个区域 权力还是蛮大的 然后还有就是中书省 也叫西台 也叫紫威格 那么他的长官是中书令 他的副长官就是中书侍劳 那么他的下属官员就是中书侍劳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了解了这个 好 通过这些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前面就是说 好 这个余智宁呢 它是什么 左仆叶 那么呢 它属于这个 啊 就是说 上书省那个里头的 那 而这个中书令呢 你还是来记 它就是属于中书省的 啊 这样呢 就是说 其实中书门下省 基本上就都有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这个 就藤的这个官职就是说 它是怎么样的一回就是 给他们 啊 分派这个官职的 啊 简单来说 我们可以看看有几瓶 就是从一瓶 二瓶 三瓶 一直到像两瓶 我就只列到 三四瓶吧 就是像两瓶 一直到九瓶 很多很多的 啊 那么呢 给你这个瓶接的呢 其实是以散官来给你瓶接的 那么最高的瓶接正一瓶呢 散官是没有的 只有从一瓶 还有开辅一瓶三瓶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散官 就是说 你不去这个官职 那么具体官职靠啥呢 是靠直视官职 就是给你这么一个直视官 也就是说 你可以有很高的散官官结 但是不给你让直视官的 你就是只能拿那个瓶接的一些代仪 但是你不去官职的 好 大家会发现 其实像这些宰相班子 像市中中处理 相值相当于正三瓶 那么呢 它的对应的散官官结 是金子光禄大福 啊 然后还有爵位 这个爵位和爵位呢 是可以世袭的 那么一般执视就是 郭恩侯伯子男 我只列到郭恩侯伯 你现在后面我们还看到什么 前面看到什么 阎国公 那么就是说 他是这个公爵 你比方说 像来济只是属于开国男 那么呢 他的男爵 可能都大概五行左右 或者是更下 那就是他的散官官结并不高 但是他的直视官的官结很高 啊 还有就是勋 勋呢 就是军功 邓俊烈的军功 最高的就是给你一个国公 然后接下来上驻国 叫颜真卿就有这个 上驻国的这么一个 一个勋官吧 他毕竟是按时之乱的时候 他带过兵的 好 接下来就是那几个 为什么要守 什么叫刑 什么叫尖 我们现在呢 大家统一都是一个尖职 什么什么尖 但是在唐朝时候 分的非常明显 就是守呢 就是直视官的官品 要高于散官的官品 超过正好一阶的时候 那么你要保留那个散官的官阶 呃 弦里边呢 要加一个守皇 我们对应上面去看 比方说这个 学员抄 他是守皇门侍郎 又有一个尖 左竖子 那么尖是什么呢 尖是直视官的品阶 正好高于散官品阶一阶 是保留所观的 这个是超过一阶 然后正好一阶是他又是尖 那么呢他的就是说 他肯定有一个 就是说他的散官官阶 或者是他的爵位 正好是和这一个 啊 直视官的官阶是等的 因为因为我们写的时候 他那个官阶列的不全 啊 所以他的尖的什么 他从里边看不出来的 然后形呢 就是直视官的品阶 低于散官品阶的时候 那么要加这个形 啊 如果啊 啊 因为我当时研究过这个 这个颜真兴的自处告身 颜真兴当时就是你这个 啊 以这个光陆大夫 然后形什么的一些 太子太师啊什么东西 也就是他 他就是加了一个形的 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官显 好 理解清了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看看我们 里边的四个人 啊 于晋宁之前呢 比如说这个时候 因为他真正当时的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里面 太子太父 尚书 左仆业 燕国公 啊 他基本上就是在 显弃元年这个时间啊 啊 是任这个职位的 啊 因为为什么我要写这个 因为当时在书法江湖 这个赵华老师啊 写过一篇文章 是这个谈这个 激光圣教区里边的 潤色官员 这个官职是不是假的 因为当时他看到一篇文章 好像是国内还发表在 什么刊物上的一篇文章 他说是这个圣教区呢 这些官员的名称都不对 然后他就开始做了一个研究吧 推到推到来推到去 他就是觉得这几个人 正好就是在显弃元年 是今天的这些纸 如果大家对这个高中年间的这一个 历史比较熟的话 这个显弃元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社会 它之前是允辉年 这个允辉年间出了个什么事呢 允辉年间啊 在这个山西发生了好几次地震 这个时候对这个高中的震动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高中本人是晋毛 晋毛大家知道就在山西 他是分的晋毛 因为他当时上位呢 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 升冠年间就是说太子的这个继承 大概了解一下 一开始太子选的是李承前 然后李承前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不成器吧 一开始还行 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有点 学胡人啊 就是养那些男宠啊 很不受这个太宗的待见 那么太宗就希望这个换太子 那么换太子 那么换太子呢 换什么就是 当时还有一个就是说 魏王李泰 就是他在魏王李泰 和这个李承前之间选 因为他两个年龄比较大嘛 而那个时候晋王 还是晋王的这个李治 就是我们后来的高中呢 当时还只有十几岁 他那时候没有参与这个 迪子 这个太子的一个争夺 还有一个就是 他当时啊 是长松无忌 在自治他 长松无忌 还有长松无忌 然后后来又提拔了 于智宁来帝 这些人 还有楚遂良 做他的这个 等于是跟他一起加入了 这个宰相班子 楚遂良 还是属于太宗 当年的故命大臣 托孤大臣 也就是说 他们趁这个李承前 和魏王 就是说两败俱伤吧 一文得利了 他们就是这个时候呢 李治就最后给选了太子 然后太宗托孤 就是靠这个长松无忌 和楚遂良 还有李治民 还有一个叫李世纪 也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 徐茂公 徐世纪 因为他对大唐有功 在武德年间呢 赐予他这个理性 所以叫李世纪 然后到了高中时候 因为避讳这个李世民的世子 所以他有李世纪 这个故事呢 大家应该到处都能看得到 我就不细假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就看 就是在这个历史文献当中 因为当时那个江湖里边 他扬黄老师在那儿 推来过去 推说是险庆元年 其实都不用推 随便找一个文献 像《大词恩寺三大法师传》 还有这个《太原世教录》 就明明白白记录着 是险庆元年 那么好 在这个《大词恩寺三大法师传》里边呢 很明确地写了这么一段 就是 当时的 就是 崔东李啊 崔东李其实后来有做了这个展项 然后他宣斥呢 就是说让这个 玄奘在翻译经过的时候啊 可以让这个太子太父 所扑页燕国公尼智宁 还有中书令 莱冀 当时的礼部尚书 徐晋宗 还有守黄门侍郎 你看这个 这个就很全啊 他又有黄门侍郎 又又有简校太子左树子 还是横阳县泰国南 这就是薛元超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官的官衔 那么他守什么呢 可能就是正好跟他这个开国县南啊 或者是什么这些官阶是高一阶或者是同等一阶 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讲究的 就是他不是随便让你用一个守字 和一个尖字的 还有一个李毅甫当时是中书侍郎 他还兼的这个简校右树子 大家发现一个左树子一个右树子 翻译出来说呢 左树子呢就是 其实是太子左树子 也就是说负责太子的一些行政事务的一个官员 而右树子呢 是负责太子的这个 就是说普通事务的这么一个官员 一个一个馆外一个馆内 其实他们当时都是 但是当时的太子应该是掌宋无忌 给这个李之选中的李忠 大概是左太子 应该是梁郎 后来给贬成梁郎了 他们一个是左树子 还有一个中书侍郎杜正龙 他呢 并没有出现在我们这一个 圣交区的这一个 写出的这个季王圣交区里头 我们后来会讲到他 大概大概 说一下为什么没有他 是比较比较奇怪的一个事 这个里面呢 你看在这开然市教路里面呢 就把这一个官纸就写得更简单了 然后于志宁只是给了一个左谱页 然后中书令来记 李不上师徐静忠 黄门士郎学员超 这个就是 应该这个基本上还是 开然市教路和 这个都是唐代的时候的记录 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顶多差一个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因为开然和这一个高中的潮 直接唱了一个 这中间隔了一个舞者 和那个中中嘛 所以应该还是比较中确的 清代的人们呢 就是也关注过这个 清代其实 就是经史学比较盛行 那么大家对这一个 背后的名字 其实做了研究 很多人做了研究 这张罗大家列一下 就是王畅当时 在这个 《经史翠篇》里边就说是 为什么这个怀仁 还有他们这些沙门 去选这些官员 他就说的很直接 说是沙门被为之官罚为荣 并举而列之 岂夫之有好物去取哉 也就是说 他们只是根据 这些当时的 为了攀附这些权贵 所以把这些当时的人 全列下来了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 其实列这里边的是 慈悲所列只有六人 而大监居其二 哪两个大监呢 一个许敬宗 一个李毅夫 如果大家看那个 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话 这个许敬宗是列入 这个列入这个宁臣传 就是奸臣传第一 李毅夫大概就是第二或者第三 也就是说 薛元朝呢 也属于这个奸党 就是薛元朝这个人呢 就是一个摇摆不定 没有什么就是很确定的一个政治观点 就是说 一会儿跟这个一会儿见 因为就是隋分岛 什么那个人 居然也列在这 所以是君子少而小人多 官子又可知佛教之庞子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根据这个 已经想象到说 当时这个写这个碑啊 其实是佛盟为了盘处这些 当时的宰相朝 当然就是说 确实是朝廷会派这个宰相班子了 因为当时看到这是施令的 所以他这个也不是随便写的 他感觉是根据施令来的 但是你可以不写这个东西 对吧 他就是说还是为了就是说加重这一个 神教系统的这么一个分量吧 好 接下来了我们就大概看一下 就是说 我给大家看看就是说 这几个人是大概长什么样 据传唐史记的严厉本 换过这么一个十八学士图 大概讲一下这个十八学士这个来历 因为在就是李渊起兵的时候 因为他就是那个时候啊 李世民还是秦嘛 就是李渊呢 特许秦王可以招纳一些文采 比较好的人士进入他的这个 就是去等于去帮助他吧 然后秦王就就开了一个文学馆 那么呢招募了就是说 比较有名的十八学士 包括非常有名的像房玄林杜如悔 这是大家所谓知道的这个房谋 杜断 就是房玄林呢给李世民出这个计策 然后杜如悔呢帮助他来决策 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啊 其实是不会发生这个玄文之变 所以可以想象这些十八学士是 可以说是对李世民后来做太子 包括他能做皇帝 可以说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严厉本呢为了就是鼓励他们 因为严厉本当时在那个 曾冠城还换过一个 林燕阁二十四公城吧 那么这二十四公城里边其中就包括 也包括这个房玄林和诸物会 然后这十八学士里边呢 这个是唐朝的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北宋和南宋 甚至包括到了明代 这个就成了一个范式 大家就是把这些 就是作为一个文人养籍这么一个格式 然后呢把琴棋书画呢 又给夹在这一个各个这个 就是他把这十八个人 因为为了画的 不像这个严厉本当时就是说 只是画一下各个人的形象 那么没有把那个背景啊 什么给设定一下 而到了这个叫这个北宋的时候呢 也开始画自己的作品 这个呢据说是五代的时候 唐五代的时候 周文聚画过这么一幅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周文聚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唐和这个五代 从留下来的画 少得可怜 其实很多很多都是这个北宋或者 就是说徽宗那个时候 或者是南宋那些画院去邻民的 这个呢也是据传是这个刘松年 应该是南宋的一个画院里的画师吧 他灵的这一颗周文聚的 我们就以这个图呢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边都有些什么 然后我最近我开始画的那一幅 就是说给放在坟面上的那个图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就正好有两个人 左边这个下角的这个人呢就是余智宁 这个呢就是许静宗 故意把这个许静宗啊画的就是比较偏 因为在那个时候啊 特别是到了这个唐朝晚来 大家知道许静宁这个人确实是比较阴度 因为整个这个掌松无忌 包括楚隋梁啊 他们被处理 包括就是说高宗栗子折天啊 和高宗的那些好多角色 余智宁是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就把它画到一个角落里头 包括后来像还有还有另一幅这个刘松年画的呢 干脆就把这个许静宗画的一个柱子后面看不着 据说这个李公林也画过 李公林画的时候干脆就不画这一个许静宗了 干脆就成了十七学士图了 好具体来看一下 好这个就是余智宁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这个刘松年龄的 这个呢据说也是龄的这个年历本 他是这么一个样子 那么余智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也就是在征冠三年的时候 他就做到了宗树市了 也就是他已经在宗树省做到了宗树省的副长官 怎么样做的呢 因为当时就是在三年的时候 太宗在那个宴赏这个宾客 然后还专门问这个智宁安在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余智宁 但是这个有词句说至少遭三平 而余智宁那个时候属于四平 大家看周若智老师四平做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说太宗已经对余智宁很有印象了 能影响的 他那个文采是非常好的 好还有一些故事呢 然后就把他呢 让他做这个太子的左书记 那个时候太子是谁 太子是李承前 李承前那么就是让余智宁去 去辅佐这个太子 大家知道那个李承前啊 其实有那个 脚上有一点就是有点腿瘸 这样的时候呢就是 这些大臣们就觉得 这么一个瘸子 如果将来做我们的皇帝的话 是不是有识这个体统啊 其实很多人就希望换这个太子 当时患者们就是说 就是因为长宋皇后有三个儿子 老大就是李承前了 儿是李太就是魏王 大家就 因为魏王这个李太啊 长得比较就是说 东石吧 比较比较胖 希望来让他来做 然后当时呢还有一些太子党 相当于就是那个黄宣礼 他儿子啊 他都会的他那些弟弟啊 都在支持这个魏王 想就是说取代这个李承前 而李承前的自己也 也就是说破罐子破衰 所以一开始呢 在他那个院子里头 去自己寻那些无人 就是根本看不上你们这些汉 还以后来 就养了一个这个男宠 叫什么称心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 就让这个太子党知道了 太子党就就就下令 要把这个称心给杀了 然后李承前还念念不忘 然后在这个私设灵堂 还还给这个称心分绝 这些东西那个余智宁都看不在眼里 都都都都都都上报给那个太子充 就是他根本不吃你这个称心一套 然后因为这个事呢 那个李承前还派人要去杀这个余智宁 当时正好余智宁好像实际在去 他母亲去世她在守孝 然后那两个人看着这个余智宁这个人 不像一个坏人 所以最后还没有杀成他 所以你看这个里边就是好好的 就是新旧唐书里边都有记载 新唐书里边就是说 太子承前受有过恶 然后至您欲旧旨之之 然后上奸院已奔 太子败地之状未曰 文官受见 承前不听宫故知子 所以当时就是说 李承前范氏就是被贬以后 跟他的很多人都被贬了 唯一还是 其实还是留下了这个余智宁 同时又把他那个 等到那个老宋无忌 他们就是把这个李治推上去 作为皇太子的时候 然后太宗就安排他做了这个佛夫子 也就是他去辅佐太子的一些行政事务 这个时候呢他就前世终于就是到了 卓书省谱的长官 给了他的皇太子 然后分了阎国公 同时让他去这个监修国室 到险庆四年的时候 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 为什么险庆年后变 就是说险庆允徽六年 那个时候啊 就是有一个废王立民的事件发生 高中要把这个王皇后给废掉 然后想把我们折迁 那边呢也就是立为这个王后 就是在这个立了以后就改 然后被险庆 到险庆四年 那个时候就是说长宋无忌 他们那个势力已经衰落了 就是已经不在这个不占主岛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余智年呢 其实他是属于长宋无忌 他们那一派的 他就他就请求致氏了 也不想再打断了 就是当时呢 还还不允许吧 就是但是呢 也给了他一个太子太师 然后还有一个同志 那王皇后废了以后呢 就是说 由于这个长宋无忌楚遂良呢 他们去争取就是说不让费这个王皇后 大家也知道就是 楚遂良还因为那个去那个状态街 搞得搞得高中很不愉快 就把他给贬出去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于于智年 当时呢 就是他是没有表态 因为高中是想力这个的时候 曾经请这个长宋无忌楚遂良 李继和于智年四个人 进入他的那个内宫里 他就乱了 就是说想力他 就是说楚遂良呢 是就是就是说直言 不应该 而这个李世纪呢 就悄悄地走了 而于智年呢 是当时没坑气 因为他毕竟属于长宋无忌的人 他也不能就是说 没法说话 所以他没坑气 但是就因为这么一个不表态 所以最终还是被这个高中所看不惯 或者当时就是 如果如果就是 按历史上来 其实高中当时的权力还是蛮大 其实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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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这些官员的任免 其实高高中的意思 武则天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去对这些大臣来来做这个 就是说让他走啊走到里面 等到这个后来呢 许晋中就开始 比如武则天或者是高中真正想立威的时候 他必须把以前反对他们的写人给除掉 这个时候就是就是这个许晋中呢 又开始陷害这种长宋无忌的一种 因为楚瓷良当时已经被贬出去了 莱际和韩苑呢 也已经被向上放出去了 这时候许晋中就开始造了一个冤语的一世 就把这一个长宋无忌许 说他谋反 然后就是应同时呢 又认为这个余晋宁是属于这个长宋的这一党 就把他给贬为这个晕州刺室 后来改到华州刺室 然后知道他死他也没有再回朝廷了 但是他应该算是 还算是年龄比较大了 也就是其实吧 最后给他一个追赠的一个太子太子 他和这个佛就是和玄奘其实还是有点渊源的 他给玄奘在完成了这个大塔西医集 以后啊 其实是余晋宁给写的一个曲 就是说当时的上述走铺 是余晋宁写的曲 写得非常好 我读过这个曲 文采匪人 就是证明余晋宁这个人 文学功底还是很深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唐代史很推崇这个片体文的 能写好片体文 你才能做官啊 所以李世民选他做这个十八学识是一个道理 接下来看这个许静宗 许静宗这个人啊 他呢也是属于十八学识 大家看到这个是那个 林的这个 严厉本的 长得比较清秀 看上去好像是不会那么狠 但你看这个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谦谦君子吧 但是呢这个人做事实在不怎么样 他呢是是宇文化级 其实他是当时呢是他的父亲啊 其实许静宗静好像是随朝的一个官 嗯 他就是说 好像是得罪了宇文化级 宇文化级把他父亲杀了 然后你看 后面还有一件一段事呢 就是说在这个 嗯 济世的时候 就是宇文化级要杀这个许静宗静 就杀他父亲的时候 就是说命令这个许静宗来跳舞 来取悦他 他还真正就跳舞 以求孙 这个事呢 就被人记下来 那是沈的芬一德说呢 就是说 那么同时作为一个比较是 于世南当时也是被这个 宇文化级 于世南和于世记 也就是他的哥哥 同样也是被这个宇文化级要杀 这个于世记的时候呢 于世南就是说 我要请代替我的这个哥哥死 也就是说可以一下子看出来 这两个人就是说 品德高下了一趟 就因为这么一件事 这个许静宗就恨这一个分裔德 然后他 反正他最后写史书也是 也是 也是不按这个史事来 就是不是一个就是说 正人君子的那个所谷吧 后来他又做了这个李密的 这个参军祭史 也就是一个秘书吧 跟了李密 然后李密不是后来 投降这个李渊吗 他也就送来 送来 送来又进了这个秦王府 按理说吧 秦王府你想当时人家余智宁 那些人早就都进入宰下班子了 而这个余智宁呢 这个许静宗就没有 中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在文德皇后 就是长宗皇后 在那个去世以后啊 不是举办丧礼吗 这个许静宗呢 这个许静宗呢 就看到了这个欧阳荀 欧阳荀不是长相 比较有点有点坏呢 结果在那个 在那个葬礼上 他就忍不住 就给哈哈大笑 就是 只要他就给扁了 就是 这个时候大概大家 我们在那个文书院 好像有一位 有谁也写过这个事儿 因为扁那么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 再慢慢的往上升 所以他回到这个 高宗身边的时候 他的官位不是很高 但是呢 这家伙还是很有一些 这个 就是说观察能力比较强 他当时其实 已经隐隐约约赶到这个高宗啊 其实是想摆脱 这个长宗无忌的控制 因为长宗无忌 嗯 再把这个高宗立为太子以后 然后他就 他就自民得意 有点有点就是说 他怎么说呢 就是说 他就想掌控这个朝政了 嗯 而这个时候呢 高宗就想借奏于这个 废这个王皇后 然后立武则天这么一个事儿 我要就是说立威 就是说我要按我说的 这个时候 其实这个徐静东 就看到了这个苗头 所以 因为当时你看就是说 基本上整个就是 朝廷里头的那个 最起码是宰相办法 基本上都是反对这一个 去去废掉这个王皇后 因为王皇后毕竟是这个世家大族啊 然后人家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而你要去把它废掉 你来立这个武昭仪 就是说让那个武昭做这个昭仪 然后就让他做后 事事不能通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 许静东呢就开始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田设子 趁祸施湖脉 赏玉更顾夫 天子富有四海地以后 未知不可何哉 也就是说一个庄将的汉 就是党的粮食多了 我都想换个老婆 你一个皇帝 你干嘛不能换老婆 这就很得这个高宗的这个心思啊 所以就把他就给拉到了这个宰相办 这里边来制衡这个上宋无忌的他们那方势力 可以说这个家伙一旦就是说上了位 上了位啊 可以就就就就无所不应其极开始去这个 这个 执行那个高宗的自由 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高宗的默许 因为当时你就是许静中的再有能耐 你如果不和皇帝站在一条线上 你是没法子去去那个 去把那个长春武鸡堂的那一批艺人 那是很多啊 这个 信堂书里他就他就有一个记载 就是静中余力后有奏力 然后之后甘类 故能不读以九计全 乃英联后谋读韩元来聚出 所以两三两王 两王就是李宗了 当时我们说的长春武鸡 包括后来的上官仪 都是这个许静中 是一个主力 就是说他可以是充当这个高宗和武昭仪 或者是当时的皇后这个季先生 这就可以想象在这个 远回显情人间 其实这个 这个是个两方势力在博弈 那个我们这是后人看 其实 陈契先生他就对这一个 这个时候的这一个 唐王朝两方势力的这个斗争 他有个总结 他就是说官隆贵族 这个时候一开始呢 是和这个所谓的就是说 宿主 因为官隆贵族 像长春武鸣 于志明 他们这一批 都是属于官隆贵族 后来的那些就是说所谓的新兴地主阶层 在和他们在角力 其实这个废王力武这个事件 按那个陈契先生的说法是远远比武 吴泽天真正就是说做皇帝的那个影响还要大 这个才是真正扭转这个唐朝 可以说是官员结构的这么一个起始点 就是说高中起始 然后吴泽天才开始把这个政策加工 等到后来才慢慢的唐朝这些开始就是说 加强科举制 包括从太宗朝开始实行就是说 靠军工可以给你授薰 然后就是让那些普通的士族 进入这个管理阶层 可以说是就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划断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的重要 而我们会从前面的那个关节里边 就会看到两个人就是说 吴志明和莱吉属于官隆贵族 而像这个许静中可以说是像中间的 李毅甫就已经属于是书族 就是说是普通地主阶层的一些 所以这个是反映了这么一个 就是说当时的一个 就是说两旁的一个角力的一个状况 而许静中这个人呢 因为受这个等于是高中吧 就是说其实也是让他去这个 去去去去就是用设计的 所以他当时在这个 宣扎翻译完这瑜伽式地论的时候 许静中还写了一个序 也写得非常好 也是文采 文采应该还是还是很有文采的 也就是这个人音读归音读 但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他的难耐了 好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薛元超 因为十八学士里边没有薛元超 但是呢有薛收和薛元记 一个薛收呢 因为薛元超是薛收的儿子 然后这个 而薛收呢又是这个薛记 大家知道这个初陶四江啊 是薛记的 薛记的爷爷辈吧 他的祖父 这个里边就一个是薛收 一个是薛元记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那旁边 应该是 当时的储量还写了一个 给每个人还写了一段词 来表彰他们 那么薛元超这个人呢 也是 冤超早工 为什么早工呢 因为薛收啊 在十八学士里边 他是最早去世的 其实后来的那个十八学士图啊 没有薛收 而是让另一个人取代的 因为就是他早早就去世了 这是他还有他的 他的儿子 就是薛元记 好 薛元超呢 那在高中纪役的时候呢 他就他就做几十中 大家知道几十中呢 是那个中书省的 大概就是一个复长官职相对的 几十中吧 从几十中然后是上升的中书社员 好 你看他二十六岁就做了几十中 他远回五年的时候呢 他他他他他他就是做这个黄门士郎 那么呢 我们前面看到就是他的官职 当时就是黄门士郎 并且兼校典太子所书 这个校典的意思呢 在淘汰就行 所以就代理 代理开始了 然后到伦处三年的时候 他拜了这个东台 因为大家在武则天的时候 他把那个中书门相呢 叫做东台和西台 他是东台士郎 也就是进入了宰相班子 然后那个时候呢 李一福呢 就被这个流放了 他这个人就是政治业务不高 薛元超他流放李一福 他又去给这个李一福上奏 说是他不应该流放上他 就是人走 应该要给他一匹马 这个东西就是说 你你这个政治立场不坚定啊 所以就把他给贬了 好 等到了林德元年的时候 又把他生回来 回来这个西台士郎 等于又进入宰相班子 结果他他这个人真是强头小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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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又随到了这个上官仪的这么一个势里面 去把去去去给上官仪去说好话 又被贬 也就是他一会儿随这一堂 一会儿随那一堂 总归是就是说官运还是不是很畅通 但是到了女龙二年时 他居然也败为中枢令 所以在这个历史上 他的印象不是很好 确实说 但是他对提携一些文人 可能还是还是很提携了一些文人的 接下来说一下莱绩 莱绩呢 也算比较早的就是说 因为他的父亲啊 和那个许建东父亲 也是在隋朝做官 但是他父亲呢 应该是一个武将 就是说隋朝一个名家叫莱霍尔 当时隋阳帝征高礼的时候 莱霍尔还是跟着这个隋阳帝去东征的 那么呢 莱绩呢就是他的儿子 搞到了贞官的时候呢 他就是已经是做到了这个同事设计 他这个 他为什么被这个任运 就是有一件事就是说 李承前不是犯了 就是说 太宗要废他 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当时啊 就是说 违逆这个太宗的这些秘密 然后他 他不是私设那个 给陈兴私设灵堂 还给他加管 太宗就想把他杀了 就是说 太宗也没想上 因为太宗这个人呢 有时候他是 有点这个 就是说儿女情 儿女情长了 他不舍得杀 但是呢 大产门又说 觉得这个李承前实在做的不像话 应该杀 这时候就去太宗就问大家是怎么样处理这个李承前这个事 这个时候别人都不敢说话 所以我来记说 说是是陛下尚不实为慈父 太子得尽天年则善 哎 这很会说话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慈父 所以没有 所以没有 不应该去杀这个陈兴 所以当时太宗就没有杀李承前 是点出去 哎 就因为这一点就是被太宗所赏识 好 等到了这 就把他加入 就是说纳建了 就是啊 等到了这个允晖二年的时候 他也就进入宗宗宗宗室了 啊 然后呢 那就是 然后又给受这个佛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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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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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因为唐朝这个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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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甚至七个人同时在这个中书门下的那个叫郑士听 后来改成中书门下听在那来议识 等到武则天就是说立后以后 因为他是属于长宗五星 就是提携上来的 他就有点这个 就是说觉得高宗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排斥 排斥这个那么他属于这个长宗五星那一类 那一派的肯定是要被排挤的 所以呢一开始呢是这个先排挤的韩苑 他们他们大概就是说 他也被这个贬为这个泰州刺史 然后又移到庭州 庭州就是现在的新疆吧 到龙苏二年的时候就是说 突厥人入侵 然后这个来计呢就是 就是 尽管会贬 但是他还带着这个军队去撒顶 然后为其中约 乌长挂行老 闻赤死 今当一身色则 也就是说他等于是 披着战甲 就不拖盔甲 是连续作战 直到战事家长 死的时候是53 也算一个就是算一个怎么说呢 好像比较行得正的一个官员吧 接下来是说这个李毅福 他在贞冠中的时候是李大亮 大家我们上一次讲那个玄奘的时候 李大亮当时不是做那个梁州都督吗 就是那个李大亮 当时在视察这个剑南的时候呢 发现了这个礼仪 就把他给推荐给这个太宗 太宗召监以后呢 就让他给侍奔这个敬意 这就是当时的太子李治 然后太子李治做了这个 太子说他就是太子舍人 然后做这个从前馆的职学士 那个时候他也 他这个写文章的这个才能显出来了 当时人就把来记和他同称为来礼 表示就是两个人就把文明相达了 他就是说一直就是上不了位 并且这个人啊 这个这个李毅福这个人实在是 可能就怎么说呢 就是说长的是 应该是比较英俊小子的这么一个人 但是做事实在不靠谱 并且呢 他当时好像这个站队也没站队 没有站到长松无忌那一个派里边 就给长松无忌 长松无忌因为当时就想就想弄权朝政 所有跟他不和他都想把他排挤出去 他就想把这个李毅福给他排挤走 李毅福就是知道这个排挤走 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然后就去找一个人叫这个王德俭 王德俭呢是许靖宗的一个外甥 看这个这个旧堂书里有个记载 许靖宗生因而治 因而治怎么回事 就是他是一个有一个大脖子 然后但是又很有智囊 所以大家就叫他智囊 也就是智囊这个词的这个来历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给这个许靖宗就出谋划策 说是五朝一方有宠 上欲立为后 为宰相义 为有乙发之 军能剑拜转获于乎 他这个王德俭还是很善于观测 当时的那个行事 那不愧是不愧是一个许靖宗的外甥 然后就跟他说这个你啊 就直接说就是要跟这个皇帝说 应该立这个五朝一位后 好 然后这个 这个 呃 一会就听了这个王德俭的建议 然后就代替这个王德俭职业班 然后就把那个车子给上去 哎 这个时候就让这个高宗皇帝 就正合我意 本来是要发配他的 结果也就不了 然后就留下他 给他一个新观纸 一会这个人呢 呃 长得又漂亮 然后又 凡人就笑 但是做事啊 实在是因 并且呢 就是怎么说呢 就私情特别重 他犯的很多事啊 都不是说是 嗯 怎么说呢 都是都是看中人家的那些 有一个很明显 他看中一个牢里边的一个 一个女囚犯 居然要去把他给弄出来 做自己的妾 这这都是什么事啊 就是说这么一个人 然后被被告发了 他还表面上还跟人家打到 案中去把那些人 人都被处理掉 所以当时就给他一个绰号叫 孝宗刀 所以也就是 并且称他为礼貌 因为他就是以柔害物 那个白剧 写过一首诗 其中有一句 孝宗有刀遣杀人 就是评 就是评价这个礼服的 所以这个就是孝里藏刀 这个这个成语的来源 因为他这个人实在是不遭待见 就是尽管他给这个武则天 就是说可以说是 因为武则天当时很多那些 官隆贵者并不支持他 就是支持他的人不多 其实这个礼服 就是一个可以说是铁杆支持他 因为武则天就是很想保他 但是也没办法 这个人实在做事 做事有点 就是老被盘和 最后就被他流放出去的 流放出去以后 但是因为对他流放的比较欲远 其中有一段时间 在这个高中朝韩 有一段时间要大赦天下 但是他不在这个大赦之里 大家听到以后说是要大赦 都担心这个礼服回来 就是说这个人要回来 我们肯定要要招牙了 直到他就是说 听到他死 哎呦 大家这个心才放下了 可以想象这个礼服 这个人有多狠 有多毒 再看看这个杜振龙 他是在武德中 就已经做了这个什么什么 陆氏参军 然后太宗文齐名 并执勤古文学馆 应该也是文采还是不错的 然后上述又成魏征 表见正龙 以为古今难辟 然后又受为这个并不原来 也就是他是魏征 推荐他上一张 到正观六年的时候 他已经做到了这个太子勿数字 然后这个李承前判逆以后呢 因为和侯军杰有关联 因为他又是拿了侯军杰的 侯军杰给了他一个什么筒筋带 然后就把他这个礼服就放了 也就是说 他也是受了这个李承前的贴迷 李承前当时犯事了 就是说 其实李承前有一段还挺好的 就是这个 就拉上侯军杰 跟他一起散 但是侯军杰也是这个 这个网上在下的 也就是要散 本来这个太宗还想保侯军杰 但是侯军杰呢 实在是就是说 觉得他跟这个太子 还是应该是交情比较深吧 很想就是 所以他之前也是承认自己犯了事 太宗把他给杀了 因为太宗因为这个事 还牵扯到魏征 因为魏征当时呢 是其实是 他是坚定支持这个敌长子制度 因为在太宗想换这个太子的时候 魏征是不容易的 其实这件事呢 就有一点点让这些太宗不开心 等到后来就是说 并且他还极力向太宗推荐侯军杰 所以后军纪犯了以后 太宗就把这个事还迁怒于魏征 本来当时太宗是给魏征写出一个碑的 是太宗自己亲自撰文 亲自书写的一个碑 最后把这个碑推倒 还把上面的字给全部挖掉 可以想象这个事对太宗 还是自己难道 就是杜正宗这个人 然后达到允晖二年的时候 他因为他被那个去向到这个 去去跑给他底下 他还受了这个 也就是玄奘 还给他受了这个图像戒 他应该像是跟这个玄奘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佛员吧 就是大家看到就是 许静宗啊 像这些余志明啊 这些这些 这些人还都是 只是是 不只是说是 上面派的 他争合这一个佛教 是有一点关联的 他选亲圆圆的时候 他是黄门师 也就是也进入这个 多数玛丽亚的这个体育 并且也是同购了多数玛丽亚三品 他选亲三年呢 这就因为这个李毅福 李毅福这个夺横 就是把他 反正跟他不协调 然后他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把他就告了 就让他去做了很多次事 等到还没去这个次事路上 他就死了 可以想象就是李毅福 我肯定是对这个 杜振隆的名字 大概推测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个 仲册的名 当时可能在在这个发 这个仲册清洁这个名单的时候 可能李毅福还是很有些诠释的 所以没把他的名字给写上去 这是我的推测 接下来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十八学识里边 我们书法有关的几个人吧 首先看一下 这个是楚亮 这是楚之良的父亲 他在这什么 他在这个弄茶呢 比如唐朝银河茶 其实是墨茶 他在那个冲茶 茶墨 然后这还有人报 这个话会很生动 这个里头呢 这个就是仲册南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薛收和薛元记 这个是谁 这个就是杜振隆 然后这个呢 是颜孝史 也就是颜真清 他的三世子 这就是仲册南 大家看到了 我们所谓的凑堂四江 就是一个一个楚水梁 一个仪式男 还有薛记 所以这个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这个颜向史 是颜诗谷的弟弟 是颜秦旅的这个熏 他这个是写错了 也就是可以想象 这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颜的一本当时 颜的一本 他把这个写成颜向史 是诗谷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 他就搞错了 据说这一些 这一字是颐志明给提的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说 那么宰相班子 去帮助这个玄奘去用测 是怎么一个用测 也就是当时这个玄奘翻译 这个范文为这个汉语 是怎么个翻的 这个大概就大概看一下 就是佛祖通缉里边 寄出了这么一个易经常 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就是易度呢 坐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看就是说 第二是正宜 坐其左 然后第三是正伦 坐其右 这非常非常正式 也就是他不是一个人 在那里 他有很多人 那么就是说 关键的玄奘坐在这个地方 旁边还有一些人 要来听他 既要念这个范文 还要把范文对音对出来 然后再根据那个对音 再译成这个汉词 接下来最后还要读 入门 也是所谓的入色 然后关于深重南向社会 参想入色 这就是入色的这些 当然不可能真正去宰相 去那个地方 那肯定宰相会去派一些 他的下属官员 去参与这个疫情的 这可以想象 因为这个 你作为一个政府机关 你不可能让就是说 完全全让这个 就是说僧人 把那些 把那些就是 有可能有些 从印度翻译过来 和这些儒家道徒 不是一致 甚至是相违背的 那么就是 就靠这些润色的 除了文词润色以外 然后还要把关 就是说你的政治得正确 因为这个文词 大家也知道 这个玄奘本身这个文词 有点选择非常多 不需要他们 他们做泰国的那些修改 真正的修改 其实是要 其实是会 会做一些这样的过程 好 那么就是说 这个认识是 认识啥呢 你看就是 王树啊 在他那个中云提拔里 他就说 就是说 宽审奋斥认识认识 乃认识经文 非认识体字 当时就是说 清代人 他们已经看到这个 不是像 就是说当时 有一些人 赚掌取义 或者就是说 只看这一个 看完这个 这有个认识 有一就是说 派了这些什么 百相班族 像于志明啊 什么这些人 去 就是怀然极乐症 你还要去改一改 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他已经就 当时看出来 说是 当时认为 说是 首先是 你这个集字 结得不好 然后接下来 你这个又认识 就把这个碑给毁了 然后他就 并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就是说 那个时候人就 不过我们现在 还有很多人觉得 认识这个书法 不是这么回事 认识其实 单单是指 认识心经 而不是认识心经 怎么个认识法呢 就是陈雪先生呢 曾经写过一篇论文 就是他在那个 隆东博物馆啊 看到了这么一个 东黄本的一个 其中 其手就有一段 就 《观自在菩萨》 《三大法师》 《玄奘》 《清寿梵本》 《不认识》 这个时候就是说 《不认识本》 简单举这个例子 《不认识本》 就是说 一开始就是说 《观自在库》 《行生般若般若密度》 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新音本 那么 《不认识》的对音本 要把这个 范音的发音 然后我发这个音 对的汉字是什么 是对的声 好 《般若》就是说 这是这个对的 波就是波 然后罗就是罗 这样就是一个对赏来 那么就是 他跟这个做了一个赏 做了一个行 好 《行生般若般若密度》 这个就是他们 《荣识》的 加了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 《照见五蕴接空度一切苦论》 而在原来的那个范本里面 是没有度一切苦论的 那么就是说 《荣识》的家里的度一切苦论 肯定是有它的目的 具体怎么样 这个我明不上清楚 但是我确实 就是在前面还有一个 一哈就是说 就是一个人在听讲 嗨喊你一声 怕你不注意 就是说大叫一声 其实前面有些没有 包括你看就是说 色不一空空不一测 其实它多了很多 就说例子色空 空性是色 色不一空 色也不一空 空不一测 色也不一空 这个才是真正的 不用色 那么就是润色本 肯定是做了一些删减 然后才成了二百六十个字 然后更朗朗伤口 这也是一个 一个这个 还有就是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心经 放在这个 你按理说你写圣教训 你就写圣教训 包括说当时那个 储随良的圣教训 没就没放这个心经了 就是你这个为什么放在这个 明显就是他们当时 你叫国教徒的一些做法 他其实就是想通过这一个 碑来宣扬我这个佛经 那么你不可能很长的一个 金刚经养 那这个费根本不够 所以就是选了这个心经 而心经呢 首先在这个 在这个玄奘的这些 吸引文字中间 就是传的已经身后其身了 然后在这个大塔这个 三藏这个法师传里边 就写过这一些 当时我讲那个玄奘的时候 也讲过就是玄奘自己 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就默念心经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这个心经也了解了 同时呢 他也 给人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这个心经不只是一笔经 其实它还是一个咒 我们的咒语只要念它 又短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说 靠这个咒语来 念咒来保护 或者是起到这么一个作语 并且你看 当时在显清元年的时候 在皇子黎显满月的时候 就是说 因为黎显本身身体比较弱 当时我讲玄奘的时候 也讲过就是玄奘还给他这个 就是等于给他剃度 然后他满月的时候 玄奘还进了一个金之波热心经 也就是说 他就是说 希望皇家也能了解我这个 这个佛经的这么一个 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我拿一个短小的经 来做一个普及了 那么好 我又后来就是把它又写在 王神教学里面 那么就是起到一个就是说 那普通民众也知道 也就是吴清伦就是说 把这个心经更较广泛的流传了 好 这个基本上这个人就讲完了 我们就是看看最后的这一个 这个碑 应该归功于 首先是应该归功于怀仁 他可以尽管没有 实际上还没花25年了 最新但是一两年的时间 肯定是应该不止了 因为当时他能找到这些字 还要把这些字缩小放大 还要去推敲 搞得看上去很一致 应该是花了非常大的心思的 接下来就要感谢这个 这个所谓的文灵狼 诸葛神力 还有这个武 武奇卫 这个文灵狼是个什么官职呢 因为当时我看前面那些都是最起码 五品以上 四个五品 这文灵狼其实官职非常非常近 只是一个从九品的一个闻散官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 这个神力其实可能并不是一个什么什么大官 就是一个但是还可以给他写 官职还是写上 所以前面那个 呃 其实给这个军功受勋非常泛滥 也就是稍微反正后来都都已经就是说卖官了 其实这个这个所以 这个这个武奇卫大概也就是个七品的一个勋官 这这这两个官阶都不是很高 但是他们的这个给这个杯的这个这个这个呃 功劳还是不小的 好整个这个结构呢 你看大家看的话呢 就是这个开头 呃 就是这一个呃 就是我们当时写的这个圣教序 太宗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就写在这边 接下来就是这个太宗的太宗的圣教序 然后太宗的答谢表 这一段就是李治的那个书胜记 然后呢 就是李治的这个啊 啊回回卸 接下来这一串就是金军 这一个就是他们那斯 呃就这这这这这几个人的这个 有一次的李治铭啊 什么这些一个一个一个二三四 列下来 啊这个整个杯差不多与四米高 非常高啊 啊做得非常精致 嗯 如果看这个 有时候我看那个年代下来 那个先很远远 就是我们可以推下这个应该还是啊 怎么说呢应该还是高宗潮 一就是两方角力的情况下 就是已经是就是李治的那一方占了上方的那个阶段 所以如果考虑了这个政治因素的话 嗯 可以说是应该只是在高宗潮里的 而不是说从太宗潮去开始做太宗潮里的其实真的应该是子势力的那个出随了的那个那个那个圣教序 好我们就是最后看一下这个年代就是贞观二十二年是李世民写了这个圣教序还有李治写的这个书圣经 在这个大条这个三条这个是怎么写的呢 是这个微康士述的这个主持援帝以及金陈森等 请捐二序门于今时 藏之事与 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让课的别 其实是 义可之 那个时候其实是 其实可了 皇帝答应了 然后 世生怀人 等纠结 往昔之书 乐于悲食 就是因为这么一个时间 大家从这个地方 然后突然到这一个 就是说 季王山教区 咸横三年 六百七三年 这不就二十五年吗 大家就想当然的认为 是这中间 就是他一直在 但是通过这些 应该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到了允晖四年的时候 楚隋良解了这个宴塔宣教区 然后立了两面背 也就是一个左一个右 然后军起还是左勿 对称这么一个立的 所以他们当时 说的这点 应该是楚隋良 这个宴塔宣教区 而不是 就是说 这个后肯定 这个词就不好说了 应该可以说是 应该是 可以这么想 你楚隋良 在这个 废王立武中间 本人是犯了错误的 一个犯错误的人 一个碑 你还要流传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 所以才会 再立一个 就是说 有人还 在什么地方看了一篇文章 他说是武则天的 但是我不这么让 我确实认为 其实是这些三人在揣摩 高中的那个意思 然后开始 骑了这么一段 其实是想抵消那一阵 宴塔宣教区的那个 想同时还想 这个扩让这个国教区 包括新建 学了这个房间的这些人情 应该是出于什么目的 好到了允晖六年的时候 楚隋良就被贬了 贬了坦州都都 然后到显清元年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 皇帝就派一些宰相班子 来群众这些经 这个就是 这列的这几个人的 官职的那个年份 好到了显清二年的时候呢 许静中就是 上周就是说 开始认为这个 来记和楚隋良是结党 所以就把他给贬为 这个贬州辞去 然后到显清三年的时候 杜正龙又和李义富不合 然后就 李义富又把这个杜正龙给 可能就是 告出去 然后 等于去显清三年 这个杜正龙就死掉了 到了显清四年 徐静中又开始诬陷 这个仪式宁 这个攀附 找藤无忌 也被免职 然后就是 朝配 到了这个 沦缩二年的时候 来记就战死 这个十三岁 他沦缩三年的时候 李义富呢 被流放娟州 然后徐元超呢 也被贬到了娟州 上面这几个人都没什么好想法 到了灵德元年的时候 玄奘去世 这一年的薛元超 他就因为上官瑜 大家知道上官瑜这个事吧 就是说上官瑜 写了个要要废被贬天的 其实是高宗的子役了 但是就让这个 他被发现了 他被刺死了 然后薛元超就受了 他就受害了 也被发批到这个泉州 然后02年之后 于智宁病是78岁 前奔元年 李义富也死掉了 53岁 但是他的那个 李义富就属于庶座 也就是说中校层 那些上位的那些 就是他的那些人的 这些势力应该还在 所以到了这个先奔 前奔三年的时候 预计是差了666 大概67年吧 6年左右 就已经从开始毕也死掉了 这个时候呢 开始设立 西方圣教学会 到了永龙二年的时候 薛元超做的一个 到了随公四年了 才开始写这一个法师传 也就是他跟他的时间 还不算 也就是从这个碑 到这也就是十几年 应该技术还是比较 比较接近于一些史实的 到了开元18年的时候 才已经开眼视角了 已经擦了大概好几十年 等到这个写旧堂书的时候 已经擦了上百年了 所以那些后面的基础 就这个历史肯定是越近 越接近于真实状况 所以现在那些到处在质疑 那个圣教学里面 这些官职不对啊 什么东西 这其实都是不对的 好我今天大概就讲这一些吧 比较杂 但是我就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个 更加深能了解 这个圣教学 就是说它背后有故事 然后感兴趣还可以去看看这些 新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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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历史感兴趣的话 我也是因为这个 我才去翻了一些 资质通鉴啊 什么这些 好 好的谢谢夏阳老师 真的是太详细了 我讲多长时间 是不是太长了 就是一个半小时 还好啊 因为有些老师会讲得更长 时间控制得很好的 谢谢夏阳老师 对我希望就是 反正还有一个18学士图的一个 那个大家喜欢的 我可以再演示 但是先有问题 大家可以先有什么问题问一下 对的对的 现在大家可以就直接把自己的 那个话筒 Unmute 直接和夏阳老师和其他书友一起交流 或者把那个video打开也都是可以的 院长还说今天因为家里 千金回来不能参加 但是还是还是参加了 没关系 这个其实就是大家随便听一听 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和书法关系不大 但是呢 就到故事听吧 我是给大家说段子 但是有讲的不是很好 学校图书 查了很多是没时间太短 没法讲 就是感兴趣就看那个两堂书 再感兴趣 如果不想看那些古书的话 可以去那个B站上很多这样的人推荐 看那个北大有个历史系 那个吴中国先生 他专门讲这个唐诗的 还有就是想看那个段代史 可以听那个邓小南 有些邓广敏先生的女儿 也讲这个唐诗 讲得非常好 好的 感谢向阳给我们做这么一个讲 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 那么像这个唐碑的话 他这一边一般这个高度和宽度 他们这个差别有多大 还是统一的这么一个大厦 应该有人统计过 但是我没看到统计文章 但是那个 好像是兰州考古所还是班所 考古所有个罗芬 他写过一篇 就是说研究 圣教序的这个 其中讲到了这些碑制 我没有仔细看那一部分 他就讲到当时的 那个碑的这个大小 是很有讲究 当然不像那个北魏的时候 就是说根据关节 什么那个 因为这个碑 立在外头 它不是木制 他做过一些统计 可以看一下 大家就是我推荐 就是说 大概是 在那个荣青江老师 他不是主持过一个唐研究 那么一个刊物吗 罗芬写过一篇文章 很详细的讲 这一个金王圣教序 可以去看看 我没有就是说 去仔细看那一段 因为我关注在 最近只是关注这个 关节这一部分 我提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想 有一种可能性 是不是他最开始 这个碑做得太大了 后面还有空间 就顺手 就把这个心经就刻上去 我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么认为 我估计他还是提前就设计好的 因为他 这个如果他做大 他会把字化大 对吧 我想的话 他字放大的话 就是个别字的话 他会做 大部分字的话 他还是就是采用这个元大 对啊 好像我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看那个毕罗 好像做过一个比较 这个那个意大利人 他做过一些比较 好像是元大差不多 但是你这样看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做的很 那个很安排的很 很得到 你就是觉得就是说 那他完全可以把这个 杯杯做的窄一点吗 或者个子做的转一些 我就是想 就是想问一下 他们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大小 如果有一个标准的大小的话 那么这个 对 这个很好 很有意思 有可能就是说 就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但是我觉得是他们这些森人 当时是有私心 有私心 我就是附和着这个 太宗和高宗的这一个 把我的薪金付上去 这样的话呢 我既宣扬了这个 皇帝的这个文才 同时呢 我还把我的佛教育宣扬一下 然后还控制到这一关 接着这些在下级别的人物 我是这么想的了 有道理 有道理 我只是苦想 谢谢 谢谢 我也看见 肖文辉老师有留言说好听 谢谢肖 谢谢肖 谢谢肖阳老师 然后是 利明老师 房利明老师 也是数大拇指 说谢谢肖阳兄 玉婷书有有留言 谢谢肖阳老师 讲得好精彩 听得津津有味的 还有田林书有 说谢谢肖阳老师 带我们穿越了一下唐朝 了解了一些历史资料 书法与历史 紧密结合 老师的专业精神 值得钦佩 谢谢书友们参加 并且留言 谢谢肖阳主持 辛苦的 没有 我自己听得挺好玩的 我要给他放放 那个十八学士图 各个朝代的人 画得很好玩 是 这是文哲明的 清晰说话 这个都成了这个模式 这个可以有时候请 那个九州老师来讲讲 挺有意思 对啊对啊 包括那个 其实像后来 你还是在夜宴图 什么都跟这个 有一些关系 互相影响 对的对的 这个据说就是房间的 这个就是许静忠 图片好清楚啊 小杨老师的图片 是从哪里下载的吗 对是网上 那个这个 这些图啊 都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啊是台北 他把一整套 给从那个拿走 对非常 这就是 零台啊 空中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的话 我们就 可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请那个 我们身教 有我们班里边的同学吗 大家可以聊一聊 这个 身教区 写了这么长时间 有什么 感想或者是 可以可以互相 呃 交流一下 因为 我们还是以书法为主嘛 你好像大清老师也在 也可以讲讲 大清老师在吗 好像他今天是不是没唱 大清老师在 在的 大清老师在的 嗯 对大清好 你好 那个 月灵师兄 对 大清可以说说给我们这个班的印象 然后 呃 大清老师非常辛苦啊 就是说他包括在这个出差过程中间 都要想办法给我们录上这个视频来 嗯 给我们大家就是说演续 应该 应该 呃 对我们这个这个零席的这一个 各位同学非常有帮助 嗯 啊 没有了 那个 我 我觉得 我我在这个班 跟大家一起嘛 一起提高嘛 一起 啊 没有 没有什么 就是说 特别的了 啊 就是 呃 呃 嗯 我是觉得反正 今天听这个向阳老师的 这个 呃 讲解 我觉得收获非常大 而且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啊 就是 其实他这个 呃 其实你说他是书 书外公的 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 什么书外公 就是了解 了解这个书法的背后的这个历史 其实 他非常 非常直接 其实对书法的提高 我觉得是反而是非常直接的啊 不是说 不是很间接 其实是很直接 因为呃 就是我 我在 我我我在这之前我 我去 玩了一趟嘛 出去玩了一趟啊 啊 就是到 呃 其实也是沿着这个 就是跟唐代史有关 跟这个 包括北魏史啊 跟唐代史都有关 我去去去山西的大同 太原啊 然后洛阳 那么看了一圈啊 就是 因为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 呃 地域 时代 这个 这个这个特征啊 就你你你能感觉就是古代的书法 就是 是精卫分明的 因为他 他是什么呢 因为古代不像我们现代啊 我们 在北京写字 在北京学书法 和在美国学书法 可能是差不多的 哈哈 古代 是呃 口寿 身传 他 这个 就是他 非常能够体现就是 他的地域性和时代性 啊 所以 基于这个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断代吗 是吧 我们能够这个 如果你现在你就很难断代了 你现在写字 在在美国写的 和在和和和在太原写的 那可能就分不大清楚了啊 所以 就是我们 我我就看了 那个那个平成体的卫背 和这个洛阳体的卫背 那就是不一样了 那 所以他这个 就是说我们能够了解 就是当时的这个 呃 背景 就是历史背景 和这个书法之间的这种 关系啊 其实 是非常直接 他的这个 呃 受益 我觉得是非常直接的 他不是 不是什么 呃 不是间接的受益 是非常直接的受益 我觉得 所以 那个今天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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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阳兄 向阳兄 讲的这个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 包括你 这个 就是 最后这一段的文本 文本把它 更加熟悉了 我感觉我 我自己这个圣交序 我后面这个文本 我更加熟悉了 文本熟悉 实际上对 对这个 这个林 林习这个悲帖的形器 啊 他的 他的形态 啊 一 一是形 二是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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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 一是形 二是式嘛 形式 就是 形是一个 这个静态的 式是一个动态的 就是对他这个 这个静态和动态的 这个文本的这种 在脑子里面的这个印象 啊 是非常有 非常有帮助的 啊 谢谢 谢谢 嗯 这也是我当时要讲 要弄这个的目的 就是希望 希望能 理一下这一个 因为我自己 以前做过 颜真心的那一份嘛 给你 嗯 能了解一下 嗯 行 老师 我 我张作 嗯 张作好 你好 我刚才我就是 刚注意到一个 就是 这乐石和这个 卷刺 有什么区别 也许你刚才说了 我没注意 对 你看到啊 这个乐石 其实就是上石了 因为你知道吧 圆 圆 这个 这个杯啊 嗯 它那个字 肯定一开始 是写在纸上的 或者是怀人纸 是把它 集在一个纸上面 圆纸或者 一个东西上 那么我怎么样 把它这个 这个这个 我写的纸上东西 放到这个地方呢 呃 有人专门做过 这个这个 这个考证了 其实他是 先把这个纸 这一面 里面写的字 对吧 正面写的字 反面的 我拿那个 朱砂 写那个苗 叫那个苗子 然后就靠这个朱砂 贴到那个杯上 本就把那个字啊 它所谓就是 乐道石头上 然后捐字呢 根据那个乐道 那个红的那个东西 再去刻 这是我的东西 嗯 乐石就是说 我印象当中 这乐石实际 也就是指刻字啊 不 不是 不是 宣字和乐石是 就是说 我们现在理解 可能就是一回事 古代来 它是它是分开的 乐石是 就是把字的 那个模子 敲在那个上面 你上去 那个东西 它不能长久啊 你要靠 把它刻的 如果搞过 搞过转刻的人 应该有这个 对对对 你要上 上识 就是说 哎 对 你印章写好以后 你上识 那就是要乐石 嗯 然后捐字 才是真正的课题 是两步走 对 可能可能 可以有这个技巧吧 嗯 乐石的人 刻字可能水平不行 而刻字的人 乐石可能还 还真没有那个 功夫的 嗯 哎 张作雄 张作雄 能不能露个面 我那个 说我们 马拉松的 长跑健将 上次的那个 呃 我那个 什么 哎 刚才想说什么 来的 那个 那个 那燕塔生教续上 当时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名字 对对对对 嗯 乐石和 可直接说 那个人功夫更深 嗯 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 那个 我搞不清楚 就是说 嗯 大概 人家那个燕塔 毕竟是 皇家的项目 这个 这个还是 这个三人 请不到那么好的 师父吧 应该 那肯定也是 也是 也是 这个技术高潮 因为 那个那个 罗芬在他 那个文章里边 他专门写了 这这么一个碑 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要从山上 踩石头 你要知道 这个这个上面 这个是两条龙啊 这刻龙可不容易的 并且这还 有七个小佛像 他当时还非常详细的 一个底下的 这个花纹 还有侧面的 这些纹 纹理 他有一个非常 非常详细的介绍 我是今天没时间 去去做那些介绍了 他和当时的那些碑石 都做过比较 一点都不比那些 黄疆的那些碑差 当然这个后来 讲法很多了 当时不是那个 那个荣新疆老师 还写过一篇文章吗 说是这个碑一开始是刻在 那个 赫兰敏之的一个碑的反面 和赫兰敏之 当然正面刻的金刚针 背面刻的这个 这个圣教区 因为赫兰敏之最后 被这个武则天杀了 然后才把这个碑 又重刻呀什么的 这是不是他当时 还有过这么一个推测吗 因为那个碑不存在了 所以他们推测 这个是怎么回事 按照这个时间的话 可能给赫兰敏刻碑的 那个万文哨已经死掉了 肯定死了 那么长时间了 我那个 并且那个僧人 你能请得到吗 我都表示怀疑 钱多总能请得到 好像那个 是不是那个梦法师碑 也是这个万文哨课的 对梦法师碑也是 然后在此之前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 欧阳型的一个什么碑 好像也是万文哨的 如果万文哨是 活到这个时候的话 但是这个年纪已经相当大 如果能活到 好那我今天就 就这些吧 大家有什么反正 随时都可以在这个群里边 因为我们圣教班 马上也要结束了 下一课怎么讲 我还在和荡青老师 在商量 但是我们这个班 圣教续节到此 就是我们应该告一个段落 但我们这个群还会留着了 就跟我们当时 那个朝圈班一样 大家可以自己组织的来 互相发作业吧 因为一年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也不短 就是潘老师不是也说过吗 你这个一直靠零 这个圣教去 能真正出什么 好像也很少 可能还得在别的方面 下点空腹 我和荡青老师也在商量 下一步 下一步 大家怎么走 到时候我们会在群里 发一个通知吧 大家有什么 就是说想法和建议 也可以在群里边 或者是给我们留言 提一点建议 好的 谢谢向阳老师 也谢谢大庆老师 还有一位银书友也留言 说谢谢向阳老师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 感谢于老师 一直帮助我们的讲座 录音录像 谢谢 晚安 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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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